舞蹈基台北市长 参选人柯文哲 几乎从来没有在镜头前穿过西装 那么今天很难得 他出席了AIT美国国庆酒会 为了国际礼 头一遭 穿上西装打上领带 看到他的人都很惊讶 而他自己也很不习惯 不止动作卡卡 嘴巴上也不断嚷嚷 好想把西装脱掉 里面走来的大明星是谁 顶级你看 天哪是柯文哲 是穿西装打领带的柯文哲 只剩头一遭如此西装彼此现身 真是让大家都沉默其蛇 当然不习惯 实际上台湾的天气 不太适合穿西装 今天是因为美国国庆酒会 他们说这外交场合一定要穿 好吧那就免回西装穿一次吧 不过你保证 我绝数回去马上换掉 以往都是衬衫打进西装裤 配上一件成年夹克外套 就连跑步都是一套服装 喉到底 今天突然穿得震惊八百 头发还请人塞斗过 柯文哲当真不习惯 所以关键时刻 一举手一投足 全都僵了 和连胜文同场出席活动 一眼瞬间错身而过 连胜文主动上前 说哈喽 柯文哲笑得哪帮帮 连手都挥在半空中 不知往哪放 曾经说 从不穿西装的柯文哲 碰到外交礼仪场合 差点变成小学生 没有人看过我穿过西装 因为我根本没有西装 人家说 你怎么连一套西装都没有 我每天在家务病房工作 我哪有事要穿西装上班 脱下白袍 穿上战袍 想要当下首都市长 未来势必碰上 更多正式的场合 怎么二号家喻西装 变成柯文哲的课题之一 否则西装变成了 卡卡的钢铁人装 帅度可救 没这么高啦 接着过去 欢迎订阅 责访报导